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1号星期五 外媒又开始 在白左的媒体又开始捧拜登的臭脚 说在拜登的这种激励措施的推动之下 大批的制造业回归每个本土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这没问题 咱们也不是说 我经常说 咱们就是说一定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观点来讲 拜登做的对的 咱们就说对 但是这里面来讲 咱先把对的部分说了 然后咱们再说错的部分 好不好 那时候对的部分 对的部分的确确是 在拜登的这种激励措施的推动之下 拜登好像去年通过了多少几千亿 六千多亿的一个 就是说算是这种大基建 反正就什么都搞 主要还是补贴一些新能源方面的 太阳能 电动车 芯片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就开始了 就陆陆续续的 从去年我们就说 从去年它还让我们来扔 陆陆续续可能一两年就要扔出来了 这个钱 在这种刺激政策的这种推动下 美国现在新起就建厂 建厂热 各地的在建工厂 说制造业的建筑支出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预示着美国制造业 大批的回归美国 而且将东山带起 当年美国有点去时务虚 就是制造业 这种实业慢慢变少了 都在搞这种 就是说华尔街 都在搞这种金融 要重新的把制造业找回来 说2022年去年 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 达到了1080亿美元 为有史以来的年度最高值 超过了兴建学校 医疗中心或者办公楼的开支 就是说这个开支 就只是用来建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工厂 那么新的工厂 说现在全美国 像什么城市 乡村 沙漠 平原 小镇 在各地拔地而起 其中大部分的增长 都来自电动车 还有电动车的电池 芯片等高科技领域 被视为美国的重点的发展目标 在政府的刺激计划当中 得到了几十亿美元的扶持 其实这个不止 应该最后可能会有几百亿美元 因为我看台积电这次 反正一张嘴 找美国政府 就要150亿美元的补贴 来美国建厂 所以几十亿肯定是不够的 他一家一张嘴 就要150亿 那你这个剩下的 对吧 好 另一方面 那些曾完全依赖低成本国家 来生产一些 比如什么眼镜 自行车 健身补充剂的这些企业 也找到了回美国的理由 当他后面 都举了几个例子 说为了追求速度与灵活性 袜子厂家 真容公司去年夏天 在加州开设了一家新厂 就生产袜子 他为什么要回来 他说在美国开的第一家工厂 以前都是在中国 公司以前主要的工厂 都在中国和土耳其 都有厂房 他的首席执行官说 零售商不想在门店里 积压过多的库存 这样子就可以 本来如果你的工厂 在美国的话 你知道完了之后 我买多少 我要多少就完了 要以前的话 就是沃尔玛 从这一进就得进一批 因为我这好没有工厂 也没有地存 对不对 都是从中国过来 坐船过来 你一点点来也受不了 零售商不想 更多的库存的话 美国的这家工厂 能让公司 可以迅速的去补充 扩存 补充的这种库存 而且如果像赶上 什么NBA总决赛 或者肯塔基 赛马大会这种活动 时间对于袜子销售 也很重要 因为总决赛 它有时是这样子 就是说半决赛不打完了 你不知道总决赛 是哪两支队伍 那么一旦到了总决赛 两支队伍产生了之后 他迅速就要买 跟他相关的这些袜子 他比如说 今年马刺上来了 我买马刺的袜子 对不对 或者肯塔基 策划大会也是 我到了决赛的时候 谁进入决赛的 谁的能力就卖得好 对不对 他穷尼就买 但是问题在这 就是说半决赛不打完 我不知道 半决赛打完之后 我知道 我让中国那边赶快给我造 但往这边 寄我又来不及 太慢了 所以那时候时间就很重要 就是说半决赛一打完 我就知道 好 我要赶快 这一家这两支队 我马上做 对不对 那时候如果工厂在美国的话 周转就会快一点 对流动性有好处 这个是 他说美国去年的产能增幅 创成2015年以来的 最高水平 新冠造成的供应短缺 以延迟促使制造商 对以往远距离的供应链 进行了反思 过去两年间 全美国的制造业 新增了80万个岗位 但是就这样子还不够 据全美制造商协会说 说制造业 现在还存在80万人的 入供缺口 虽然之前前两年 已经创造了80万个 但是现在还有 还需要 再需要80万人进来 说劳动力短缺 或许会让这场 美国制造业的繁荣 愕然而止 就是说如果工人不够 也不行 你知道吗 这个叫 Resetting Initiative的 总裁说 说我们想拿多少订单都可以 现在订单的供不应求 但问题是 没有干活的人 我们在 我们拉萨加斯这也是 我们吃饭也是 好几个老板都是抱怨这个情况 就是说现在顾客特别多 我顾不上人来 我人不够 对不对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找不着干活的人 顾客订单都特别多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从拜登上来之后 这两年里 每个月从南方边境 就放了10万人进来 差不多这两年 已经放了200多万人了 它主要可能也是要弥补 劳动力的短缺 因为到工厂里干活的话 有一些美国人不愿意干这个工作 美国因为 你像美国一个大学生 你让他进 你像美国你弄了半天 大学毕业了 你让他进这种工厂去做袜子 刘远先生做袜子 他愿意去吗 他不愿意去 中国现在的 中国的 不是中国的 中国的应业毕业生 其实也不愿意 你看应业毕业生 现在一说 就说你说3000万 1000万应业毕业生 说一年有1000多万 再加上前两年加一期 可能有3000万 说现在研究生和博士生 比本科生还多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是一个问题 这些人找不着工作 然后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中国的工厂招不上工人来 好多工厂都说 我接着大批的订单 但我现在工人不够 没有人愿意来上班 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大学生 不愿意去工作 美国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前两个月 在中国不流行 有这叫孔一己文学 就是说 学生们要把孔一己的长袍 拖下去 不要总觉得 我是个读书人 我就不能去工厂上班 什么什么的 之类的 然后很多中国年轻人就很反感 就说凭什么 我们读了这么多年书 对不对 我们要做什么现代化的新人类 然后还让我们像父辈一样 到福祉康的流水县上去做那种工作 那不愿意去 这样来讲 要说一点 就是说你看德国了 德国它也是工业非常强盛 但是德国就有很多人 就是说他从小的时候 老师就觉得这些人适合做点什么 就分流了 就不让他们读大学什么的 就直接就读中专技校 然后就去工厂上班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 德国你去了工厂上班 这些工人 他并不比白脸正的少 甚至很多比白脸正的还多 而且社会地位也不低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不能说他不愿意 他不能够去工厂上班 你看你美国中国都是都不愿意去工厂上班 对不对 但你看德国就无所谓 德国奔驰宝马都那样 就是说你怎么能把它做成一种高附加值的产品 让你的工人能证的多比较体面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就行了 当然这么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说 中国现在其实像福智康什么的 有一些工人也比白脸正的多 对不对 你会发现有一些白脸一个月才剩六七千 有一些在流水线上的工人 可能一个月能拿一万多 对不对 如果游戏干的多的话 再加上奖金什么的 一万五两万都能拿到 其实现在工人就是比白脸正的多 很多的时候都是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当工人 他还是愿意当白脸 这不是钱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再说美国也是 当然美国他就想办法 就从南方边境往外进中南美洲的这些难民 让难民去 但是难民他有个问题 难民普遍来讲 整体素质也不是特别高 能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们 咱不知道 咱们拭目以待 但是反正他现在就是说 美国不就这样了 没有人就从南方边境弄人进来 但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旦弄了这些 就是说低端劳动力 他们是工资比较低 进来了之后 但是他实际上也在冲击你的就业市场 所以 但不管怎么着 这来讲 所以从这来看 我们就承认 就是说 如果他就是为了要低端劳动力的话 打开南方边境往外放劳动力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低端劳动力的话 那么我觉得美国想要低端劳动力的话 不要这么从南方边境走 因为南方边境走的话 他有很多问题 南方边境打开了之后 这里边涉及到什么 人扇子 你知道吗 卖银的毒品都出来了 你美国想要劳动力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可以用Visa给 我有一个 我的小小小同学 他现在在新西兰 也是做这种 就是说电工 好像是做电工 那么也是通过这种 偷入人才 引进过去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想要工厂的工人 你也可以对前世间开放 就我现在美国 我就需要工厂工人 我要工厂工人做好的 能够当工厂工人的 对不对 中国愿意到美国工厂来打工人 多去了 对不对 你还怕招不上人来吗 对不对 你美国大致完 你就开始在中国 你就招 你说我就不要高科技人才 我就要工人 你在哪 比如说中国福祉康车机身业里 你有个工作定验 然后我看一下 你有多少年工作定验 我觉得行 我就招你过来 你知道这样都不就完了吗 你打开Visa 让他给签照 让他直接就从正常渠道进来 而不是从南方边境 就这么出流进来 你懂吗 你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对你整体的这种 而且你会设一个分数 就是说 比如说我有什么分数限制 就好像你看加拿大 他们移民不都有个分数限制 就我即使我招工人 我也可以有分数限制 然后我可以给你来了之后 我可以给你几个月的时间 做一个考核 知道吗 你考核合格了 然后你才能留下 考核不合格 还不能留下 你懂不懂 工厂要考核 看你的技能怎么样 是吧 工人你不要以为 就是说什么人都能干 有人干了 有人干不了 那东西还有 有它的讲究 对吧 反正我总觉得 比打开南方边境 就这么随便 就烂跑 要好一些 而且南方性打开之后 它其实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里面有很多的 咱们不说这事 咱们回来接着说这个 好 拜登政府的基地措施 助长了这股狂热 拜登政府将电动车和芯片 视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 联邦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来发展这些行业 除此之外 各州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其实不止 可不止数十亿美元 他们外媒说的不对 他通融与LG合资企业 建了一个新的工厂 计划在2024年年底 开始生产电动汽车的电池 最近我还看到亨达和索尼 也在联手做电动车 你知道吗 看着还挺好看的 通融与LG在合作 反正现在就是说 传统的车商 纷纷找一些 就这种类似于科技公司 一起来做 你知道吗 当然 反正就是说 你最起码要能做一些显示屏 因为现在车里面 勾好多显示屏 然后还涉及到一些软硬件的问题 像索尼LG这些 他们不会做电视机什么的 做显示器 做手机的这些 就都进来了 跟人一起来搞 那么与俄亥俄州 及田纳西州的姐妹工厂 共同申请了一笔 2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 联邦给他们钱 非常低息的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利息的贷款 另外还给了6.6亿美元的 州地方还给了拨款 并从所在城市的电力部门 还拿到了非常优厚的优惠的电价 特别低的电价 这都反正都是政府在给补贴 在给补助 当然这来讲 我们也承认 就是说 以前中国政府不也这么搞 也在帮助他们搞 现在美国政府也在 就是属于国家资本主义 通过国家 通过联邦政府 地方政府 电力部门相配合 一起给企业注资 帮助企业能够在这 就是说干下去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说实话 美国企业是不愿来美国的 你懂吧 但有了这些之后 就好很多 这个来讲 没问题 这是好事 这个我承认 但是就是说 你企业进来了之后 如果能存活 能挣钱 就是好 如果不能存活 不能挣钱的话 那有一些问题 变成什么 变成就是说 我最近这段时间 我政府给了好多钱 给他补助 这些企业 我这些钱补助 我又来了 在建厂 在建厂的工程当中 他也能够刺激经济 你懂吧 因为我建厂 我要找工人来建厂 我要买很多东西 对不对 装修什么 这都能刺激经济没问题 但是你建完之后 你的厂子能挣钱 能运作 能够运转 才是最好的 如果不行的话 就有问题 懂吧 这个工厂将创造了 1700个就业岗位 按照当地的标准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因为州政府 密之根 州立大学 以当地的集所医院 解决的就业人数 都远远超过了工厂 但是聚集在工厂周围的 供应商可以生产 可以产生的 成数效应 就是说有很多人 在为1700人服务 又会产生其他的就业机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为他们提供公共财政支持 是值得的 只能说就这么考虑 要不然的话 就他创造了这样的就业岗位 就是说这么大笔的 联邦政府 州政府的这种投资进去之后 其实不值得 但你只能就是说 我就看长远 看其他方面的 就这样 所以这东西到最后 能不能挣钱 不好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就是说 在这种 就是说政府拿钱 出来投资的时候 我还比较看好中国 不看好美国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 吃过多年的亏 你知道吗 搞国资企业 政府投资 对不对 最后很多的时候 挣不着钱还亏钱 然后中国政府 慢慢的在这个 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 积攒了很多的 这种失败的严险教训 所以他陆陆续续 开始明白 就是政府在投资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但就即使这样子 有多少中国地方政府 就接近于破产 搞的一些烂东西 根本就搞完蛋 前两天不还有个 什么电动汽车 还说地方政府 跟地方都打起来了 也是快破产了 对不对 所以文青在这儿就是说 你要明白 不是政府拿钱出来 投资的企业 就一定能成功的 你知道吗 而且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 就算成功了之后 最后可能效益也不够 因为你这些钱 你政府没有这些钱 你看他联盟政府 给了25亿 地方上给了6亿多 加一起投资了 三十几亿美元 你懂吗 这三十几亿美元 从哪来的 是你拜登挣的吗 不是 是我们纳税人 我们交的税 是我们产生的这些钱 你拿了这些钱 你投资了企业之后 如果挣钱了 他就对了 如果没挣钱的话 那这钱就错了 如果错了的话 你还不如不收这个税 把这些钱还给那些纳税人 让纳税人去投资 让纳税人拿那些钱去消费 去干什么 没准这经济的帮助更大 你政府拿了他 投了一些工厂 最后这工厂成了 那当然你就赌对了 那工厂如果不成的话 这些钱等于打水漂 那些钱就没有了 最后那些工厂就废弃在那里 你说 废弃在那都是政府 拿了几十亿盖的工厂 然后最后盖完了 然后企业看不行 我破产了 我产生了 反正政府的钱我拿完了 你懂我意思吧 那最后这个东西 最后可能就都扔那了 那就是说 这就是宏观调控政府投资 有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企业不是算完了之后 我合适我来搞的 这么多企业一窝蜂的 来这建工厂 为什么 是因为你美国政府 拿了几千亿 什么上万亿 要搞大基建 要搞这些东西 你看这 偏上这项银 我为什么不捡呢 你懂吧 它是靠你的补贴来的 是你补贴吸引来的 不是为了挣钱吸引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将来好不好 我们其实还不好说 但是短期内肯定好 我知道拜登现在这么搞 美国政府拿这么多钱出来 满处建工厂 建这东西 那最起码这工厂一建 建了两三年 这两三年过程当中 因为你拿钱往里边补 等于往里边扔钱 再灌水 那当然是发展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等到过几年 然后你拜登你下起来 换了别人的时候 发现你投了这些工厂 投了几千亿 下起来投了这么多工厂 最后全都赔钱 然后这几千亿 美国政府的钱 那人都睁光了 都打到水漂了之后 那别人怎么办呢 就合着去光你 这几年你得劲了 对不对 不管身后洪水朝天 对吧 好 接着说 说以建筑面具衡量 2022年开工建造的 美国所有制造业项目中 来自芯片和电动汽车 这个电池制造企业的部分 占到了近一半 那么车辆生产上 你看你看芯片也是 芯片线来讲 其实就是说前两年 疫情的时候有点短缺 但是后来加大投入之后 其实有点过剩了 过剩了之后 你现在美国又吸引了 这么多人来建芯片厂 最后会导致什么 导致芯片完全产能过剩 成功过剩之后 芯片就要降价 对不对 降价之后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芯片厂 来了美国之后 它成本都提高了 台积电在台湾做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多少 来了美国成本是多少 对不对 我上次看到 好像来了美国之后成本 算了 我忘了具体数字 咱们说反正挺吓人的数字 成本增加不是一星半点的 你只有成本增加了这么多 然后价格还下降了之后 最后亏谁的钱 反正就亏美国纳税人的钱 对吧 芯片也是这样 还有你的电动汽车电池 你干得过宁德时代吗 不好说 你能跟他竞争吗 你建的这么多 对吧 不过怎么着 他们来自芯片 还电动汽车电池制造企业的部分 就占了一半 在去年所有开工 在建造的美国工厂当中 为什么 因为美国政府 这方面给他补贴最多 所以就来了一大堆 吸引了一大批 那么车辆生产商 在蓝芯的西南部扩建工厂 建造一个新的电动卡车 及乡市车的生产线 蓝芯是美国一个城市 然后食品制造商纽秦 在蓝芯市中心的附近 修建一座三星楼高的电池厂 总部是位于爱尔兰的 鲁制品生产商 在蓝芯以北约20英里的 圣约翰小镇也建了一座工厂 每天可以将800万磅 牛奶变成了鲁青蛋白和奶酪块 反正就是说 因为政府现在给的优惠 整个小镇现在兴旺 特别兴旺 各地都在建 看着特别棒 圣约翰镇的镇长说 这个工厂给小镇上的商业区注入了活力 说我们曾经空荡荡的店面 如今又进驻了新的商家 美国有时候它墨 墨到最后 我们以前我们上学的小汤 它有个墨 墨里面原先有个Masis 后来Masis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 那儿就整个就都给封死了 那块这儿就空了 就没人用 其实我特别能明白 就那种小镇 就是在凋零了那种小镇 以前原先的一个墨 然后这家不干了 那家不干了 然后就封一家 封一家 最后就还剩那么几家 你知道吗 他也说原先空荡荡 现在开始又进驻了新的商家 就回来了 说总部位于田纳基礁的 营养品生产企业 有一种关键原材料 从中国进口 这种名为基酸的天然化合物 可以补充能量 在举重选手和运营员当中 很受欢迎 但是在新冠疫情 阻断了供应链之后 公司的CEO决定 在内布拉斯加州建一座工厂 他说我们要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为什么 这是习近平做错了 这要批评习近平 疫情三年的时候 中国由于管理太炎 导致很多工厂 当时开工不了 你知道吗 因为有疫情 疫情控制 工厂开工不了 导致了这东西给美国供用不上 这使得美国公司就发现 你中国供用不来之后 那我干脆我就不要了 我在美国设工厂 这就是为什么疫情的时候 很多美工厂也搬回美国来了 这原因之一 这是习近平做错了 谁做错 咱们就说谁 然后 他说他新工厂计划 两周后就可以开始启动了 将这种采购自附近的原材料 来生产基酸 包括由当地古类作物 加工而成的乙醇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也有些人发现 有一些问题 他说这样 他说自行生产商的 首席徐行官 他们CEO说 说原本我们从中国进口原材料 后来他的头号客户 沃尔玛指出 更愿意销售在美国 他原先是从中国进口的自行车 后来他的头号客户 沃尔玛指出 更愿意销售在美国制造产品 就是Made in USA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在南海 开了一家工厂 但是当地工人 对生产自行车一无所知 他就从手交 交的成本也挺高 后来目前 他现在在南海 外国的工厂的工人们 就开始怎么办 就是说只是负责给进口的车架 喷漆 他们从中国 把这车架 还有布料都做好了 过来 过来之后 在南海那种把它装 装好了之后 再喷一下漆 就完了 就做这个 主装车辆所用的 所有的零宝件 基本上都从中国来 但是他们现在计划 不久之后 就要开始在这家工厂 生产的轮框 还有生产的车架和前叉 但是公司承认 绝大多数还得意外的 从中国进口 还是这样子 就是说没有办法 三一后说 他说这个不能完全怪我们 这没办法 他说为什么 他说有些东西 本来就不是我造的 本来就是在中国 他有其他的 他有供应这 他有山亚游 有些山亚商业公司 对不对 我虽然把厂收回来了 但是有些商业公司 我不可能这辆车 我什么都是我造 有些东西我造不了 对不对 劳斯莱斯 这种玻璃都是服药的 劳斯莱斯 也都不做玻璃 他都从服药定 你懂那意思吗 所以不可能 这辆车 他说怎么可能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对吧 他说所以希望 一些的竞争对手 也能加入到南卡来 一起加入 在本地生产自行车的行列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会促使 更多企业来这里 制造的零部件 这样我山亚游 公司就活了 我一家养不活 这山亚游 但问题是美国 需要那么多自行车 你懂我意思吗 问题不就在这了 对吧 中国是因为 它是世界工厂 它不光给美国 生产自行车 跟哪都从产自行车 你懂吗 但是你现在美国 你需要这么多自行车吗 对不对 好 假如说 如果不是美国的话 你往别处卖 那你行吗 你明白吗 你的自行车 你在中国生产的时候 往哪上卖 它都便宜 你在美国生产 你基本上就在美国了 你美国生产的自行车 拿到中国去 中国人买得起吗 你开玩笑 对不对 进口自行车 就歇了 我还是买中国的 对吧 你那价格贵多少 当然 你在美国卖的话 可能跟中国 还多一点有限 但你要拿回去之后 那价格就不一样了 你明白吗 所以咱们来看 他说工具制造商 史坦利百德的首席执行官说 说以前在中国或墨西哥 建一条的装配线的话 需要配备50到75个工人 给一条生产线 他说我们现在在北亚南亚那 创造了一种的 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装配线上大约只有10到12个人 到了2.0版本 可能只需要了两三个人就够了 这个是对的 这个之前我说 我说唯一一种 我能接受的中国崩溃论 就是最后就是AI来了 全部机器人制造 不需要人了 那中国就完蛋了 那谁先把AI搞成 那谁就赢了 赢了下一次 我不管它是第五次工业革命 第六次工业 其实第几次 就是最后是AI机器人 完全取代人类 对不对 那就彻底就 那能做到的国家 那迅速就崛起 做到的国家迅速就崩溃 你马上就跟人就不是 就不是一个产业线上的人了 懂吗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反正中国也在想办法 减少这个东西 然后咱们再看 还有有人看衰 就看衰就不看好了 在美国建工厂 杜克大学全球驾车链中心的主任 他说 他说尽管最近在美国出现了这种建工厂的热潮 但是许多企业都不大可能建立起完全根植于本土的供用链 就是你山亚游满足不了 他提到像 他举个例子 像阿里达斯 阿里达斯曾经在亚特兰大的郊区建了一家自动化的制鞋厂 也是自动化的 说用的工人特别少什么的 但是就运营了两年之后就破产了 就不是破产了 就倒闭了 反正芝加工厂就完了 2019年的艾达斯就关闭了芝加工厂 那这样就不要了 那就赔钱 肯定是赔钱 因为建芝加工厂花了不少钱 干了两年根本就挣不回来 但是再搞下去 越来越赔越多 越亏越多 就不要了 就关闭了 并且将整个芝加工厂的生产业务的全部转移到了越南和中国去 当时按照艾达斯的说法是为了更好的利用现有产能 以及在产品设计方面 有更大的灵活性 具体的没有多说 然后他们就是说 记者去问了艾达斯 艾达斯没有回复寻求置评的邮件 什么都没说 但是反正在美国就开了一家工厂 干了两年就走人了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说原先想的是这样子 但是真正做起来 恐怕就不太现实 这也是什么 这就是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在这儿之后就可以的 你上游和下游 如果不能跟你配合的话 你实际上你一个人就很难生活 另外一个关于眼镜生产 叫赞尼 赞尼说在美国 他每副眼镜生产成本要高出300元左右 这个其实在美国还可以 因为美国眼镜很贵 美国就像我们这种眼镜 随便弄一个 现在在美国差不多就要 如果在纽约的话 就这种眼镜基本上都是1000美元一个 你没有1000美元根本走不了 现在在这种外州 像拉斯维亚斯的比纽约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的话 差不多也要700美元左右 就像我戴着这种眼镜 美国眼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你就知道 像这种眼镜的话 差个三块钱的成本来讲 就无所谓 当然它可能就光是在净价上 差个300元成本的无所谓 但明天就这种东西 是这样子 就说你在美国卖这个价钱还可以 你如果在美国生产了之后 你再到中国去就不是贵300元了 所以你这个眼镜只能在美国卖 你美国生产眼镜 你卖到中国根本买不出去 你没法跟中国去竞争 你懂吗 当然在美国就还好 生产的成本就每一副只多 三美元 这个完全就可以cover掉了 而且还方便很多 他说像以前的话 我们他如果要的话 我从中国进行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的话 他只要要我两个礼拜就能给他弄出来 时间上节省很多 当然反正各有各的好处 然后他说 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与制造室的教授 他比较看好 他说从可更换零件的研制 到微处理器的兴起 他说重要的这种周期 通常都会在几十年间逐渐铺开 他说虽然你们现在不看好 但是美国现在重新制造业回来了 这个通常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铺开的 他需要一点时间 他说此路的建场热在美国 就预示着美国才刚刚踏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所以你们不要看眼前 未来几十年的他的好处在后边了 知道吗 以前有个小伙伴也跟我争论 他说美国能够把供应链从中国移回美国来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移回美国就不可能的 除非美国能接受什么 就是说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成年 绝对不是三块钱能解决的 如果所有都移回来的话 你知道吗 如果移到其他地方 那就要找一个地方来替代中国 他们当然看好越南 印度 越南不可能 越南太小了 你们越南太小了 人也太少 他替代不了中国 他怎么能建 中国能不能开玩笑吗 而且越南现在导致他现在建了很多东西 实际上他的上游还在中国 越南最后被整合到中国的产业链里去了 你懂吧 所以你这么搞完之后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你这么搞完之后 你觉得好像拿越南替代了中国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这么搞完之后 越南就只能依赖中国了 越南被中国吃了 为什么呢 你看日韩有一段时间闹别扭 闹别扭之后 韩国人不服 觉得我现在也牛逼大了 对不对 日本人 你要跟我干什么 对不对 日本二话不说 我把你上游的产业链 我给你一关 韩国马上就跪上了 韩国他发现一个问题 自己造什么芯片 很多的机球用的都是日本的 很多的上游都在日本 知道吗 日本只要机球一关掉的话 你的三星都已倒台 你懂吗 所以越南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如果把上游一卡 你的80%的产品 连做都做不了了 根本就做不了 你懂吗 所以这样子最后导致什么 导致越南变成中国的富中了 富出品了 实际上这个东西不好说你 这印度 当然有人认为印度可以 但是印度 它整体的国民素质有问题 由于它是一个 就是说民主制的国家 导致了它的国民素质整体提高 非常的缓慢 它虽然人数很多 当然说下一个世纪是印度的世纪 因为现在印度人口超过了中国 但是一个是数量 就是说你老百姓素质高 知道吗 素质高能干活 这叫人手 知道吗 素质低不能干活 那就是人口 都是来吃饭的 你知道吗 所以印度到底能不能提到中国 还要看能不能提高老百姓的整体素质 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 反正现在工厂我承认 就是说在拜登这种政府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极力的这种投资之下 大量的工厂回到美国 这就是事实 在最近这几年肯定会产生非常好的效益 因为他在建工厂的时候 都要花钱 都要雇人 但是等建完之后能不能好 拜登反正就不管了 他的任期就结束了 就哪怕他明年再连任了 他任期也结束了 等到那天工厂 最后干了两三年 不停倒闭的时候 他已经走着了 那么后面怎么着 就不好说 所以我们只能说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希望他好 好吧 这期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